大家好,欢迎来到心灵回收站。 丈夫出轨后,我在秦太太家到了半年保姆, 却从未见过男主人回家。 后来我才知道,原来她是我老公在外面的小三。 我今年33岁,结婚6年,有一个4岁的女儿秋秋。 女儿放学后,她扑到我怀里, 奶生奶气地跟我撒娇,我答应了她, 明天一定会陪她参加亲子运动会。 现在是4点钟,接了女儿后,我顺路去了菜市场, 5点钟准时回到了秦太太家。 秦太太是我的雇主,半年前我老公推荐我去她家做保姆。 她漂亮,温柔,大方,善解人意, 让我很喜欢,唯一让我感到疑惑的是, 作为一个已婚女性,我从未见过她的丈夫回家。 我曾听到隔壁邻居议论她, 说她是某个老板在外面养的小三。 不为人知,但我并不感兴趣, 只要她按时支付我的工资就好了。 想起刚才女儿期待的眼神,我对秦太太说, 太太,明天下午,我可能没法陪你去产检了。 我女儿的学校要举办亲子运动会, 我必须去,秦太太很善解人意, 没关系,我自己可以去,她已经怀孕七个多月了。 每次产检都是我陪着去的。 第二天,我去了幼儿园陪秋秋参加了亲子运动会, 她拿到了名次,非常开心。 等运动会结束后, 我想起了独自去产检的秦太太, 有些不放心,她已经怀孕七个多月了, 万一磕了碰了就不好了。 于是我决定打车去医院看看她, 这一决定, 却给我的生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当我看到我老公江雨菲和秦太太 在产检市门口相互依偎, 亲密无间时, 我愣在了原地,宛如雷击, 她一手扶着她的背, 一手轻轻地放在她的肚子上, 感受着生命的律动, 秦太太则一脸甜蜜地靠在她的肩上, 享受着她的关心和呵护, 这一幕看起来就像一对恩爱夫妻, 如果我有勇气, 我应该冲上去抓住秦太太的头发, 狠狠地打她一顿, 骂她是小三, 狐狸精, 然后在江雨飞过来拉架时, 我也应该赏她几个耳光, 让周围的人停停里, 让这对狗男女也尝尝被唾弃的滋味, 但我没有, 我没有歇斯底里的吼叫, 也没有愤怒地发现, 我只是痛苦地捂住了嘴, 狼狈地逃离了医院, 回到家, 秋秋扑过来抱住我, 亲了我一口, 她好奇地问道, 妈妈, 你的眼睛怎么红红的, 是谁欺负你了, 秋秋要去打她, 我看着女儿, 心里一阵心酸, 如果是爸爸欺负了妈妈呢, 这个问题让四岁的女儿很苦恼, 她想了很久, 最后无奈地说, 就算是爸爸也不能欺负妈妈, 秋秋永远会保护妈妈, 我紧紧抱住女儿, 仿佛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将雨飞回来了, 买了我爱吃的榴莲, 和女儿心心念念的公主娃娃, 女儿开心地大喊着爸爸万岁, 曾经我以为她是一个顾家的好男人, 如果不是在医院看到那一幕, 我和江雨飞的相遇, 源于一次相亲饭局, 那时她潇洒英俊, 充满朝气, 事业前途一片光明, 还没有被生活压垮几辆, 那时我年轻美丽, 独立自主, 有自己的小天地, 个性也未被生活磨灭, 我们彼此都很满意, 我们的闪婚就像是这句话的写照, 后来她投资失败, 家里的积蓄都用来还债, 她从一个天之骄子沦为了普通人, 这些年, 我们一起经历了许多风雨, 克服了许多困难, 现在我们才终于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然而她却背叛了我, 我看着镜子里素面朝天的自己, 虽然五官依然美丽, 但长期的操劳让我的皮肤暗沉, 脸上也没有了往日的光彩, 这时江雨飞走过来, 给我戴上了一条项链, 她深情地问道, 喜欢吗? 我换了个表情, 装作若无其事地问道, 这条项链是什么时候买的, 下班时路过金店, 觉得这条很适合你, 就买了, 你戴上很好看, 谢谢老公, 我轻轻地推开了她的手, 那我先去做饭了, 我抚摸着这条项链, 内心无限悲凉, 这些年, 我为了她退居二线, 替她稳住后方, 但她却这样对我, 我记得当初结婚时跟她说过, 如果她敢对不起我, 我会让她付出惨重的代价, 我记得这句话, 但她却忘了, 我在上午七点钟, 准时来到了秦太太家, 一眼就看到她脖子上多了一条新项链, 看颜色和款式, 和我的那条有点相似, 应该是系列款, 我夸奖道, 这条项链真好看, 是你先生送的吗? 秦太太一脸幸福地笑着, 娇羞地说道, 这是我先生送给我的礼物, 我问道, 你先生对你真好, 秦太太微笑着说, 是啊, 她对我很好, 这句话深深刺痛了我, 想起以前她总是装作温柔的样子, 善解人意, 我为她做了豆腐鸡蛋汤, 白酌虾和小炒牛肉, 秦太太尝了一口, 称赞道, 桃姐, 你的手艺真好, 豆腐汤都能煮得这么好吃, 她又喝了一大口, 说道, 真甜, 你多吃点, 饭后, 秦太太习惯午睡, 我等她睡了之后, 悄悄地将针孔摄像头 安装在她床头柜上, 然后离开, 从那以后, 我不再放任自己 成为一个黄脸婆, 我开始健身, 化妆, 读书, 学习, 我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充实自己, 等我打一场漂亮的翻身仗时, 我要成为一个光彩照人, 充满活力的胜利者, 江宇飞似乎察觉到了我的变化, 她有些奇怪, 犹豫了几天, 最后问道, 阿燃, 你最近怎么变得不一样了, 我撩了一下自己的新发型, 问道, 不好看吗, 江宇飞说好看, 但眼神中却没有太多的情感, 我回忆起那天在医院里, 江宇飞看秦苏的眼神, 那是一种温柔缠绵的神情, 即使在我们新婚时, 她也从未用这种眼神看过我, 秦苏已经怀孕八个月, 随时都有可能生产, 这意味着, 只要秦苏生下孩子, 不仅会损害我在婚姻中的利益, 还会损害我女儿的利益, 因此, 我绝不会让她那么顺利地生下孩子, 只要江宇飞不打算, 和我撕破脸, 她很可能会让我在医院陪秦苏生产, 因为江宇飞正处于事业的关键时期, 她没有太多时间请假去照顾秦苏, 这也是她让我去照顾她的原因, 想到这里, 我怎么能不恨呢, 江宇飞竟让我去给她的情妇当保姆, 这让我非常愤怒, 因此, 我也准备给她一份大礼, 这些日子, 秦苏胃口不好, 我尽力为她做美味的食物, 关心她, 照顾她, 不让她看出任何破绽, 秦苏直言不讳地说, 我比她的亲姐姐还要亲, 这让我觉得讽刺, 不知道你对你的亲姐姐是不是也是这样, 抢别人的老公, 我藏在她床头柜里的针孔摄像头终于起了作用, 那天我前脚离开秦苏家, 江宇飞后脚就告诉我晚上要去应酬, 可能要很晚才能回来, 然后就挂断了电话, 我知道机会来了, 打开电脑, 查看摄像头里的内容, 果然, 不久之后, 江宇飞就去了秦苏家, 两人稳得难舍难分, 一个人有情, 一个人有义, 如果不是秦苏怀孕八个月, 摄像头里的画面可能会有些少而不宜, 我本来以为看到这一幕, 我会很生气, 但现在我出奇地平静, 我麻木地关掉电脑, 保存了视频, 两天后, 我见了一个人, 她是江宇飞的大学同学, 也是她职场上的竞争对手孟湘然, 当我在公司楼下堵住孟湘然时, 她有些奇怪, 问我有什么事情, 我递给她一份资料, 里面是我掌握的江宇飞所有的客户资源, 我要摧毁江宇飞, 从各个方面彻底摧毁她, 孟湘然看着我, 好像在看一个疯子, 她问我, 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直接告诉她, 江宇飞出轨了, 孟湘然有些惊讶, 她和她的小三还有了孩子, 孟湘然的眼睛瞪得像同龄, 还瞒着我, 让我去给小三做保姆, 孟湘然说, 你放心, 只要我不把她的客户全部挖走, 我就不姓孟, 我离开后, 孟湘然叫住了我, 怎么了, 她犹豫了一会儿, 试探地问道, 也许她的小三就是秦苏, 走在街上, 我像一个行尸走肉, 回想起我这些年的婚姻生活, 觉得非常可笑和可悲, 原来这场三个人的闹剧中, 我才是那个后来者, 孟湘然告诉我, 江宇飞和秦苏从上高中时, 就开始了他们的爱情故事, 这两位相爱的年轻人, 在上大学后, 约定一起考入同一所大学, 尽管他们选择了不同的专业, 江宇飞进入了金融系, 而秦苏则进入了外语系, 他们是那时学校里 备受瞩目的一对情侣, 被认为是最有可能 从校服走到婚纱的一对, 如此典型的爱情故事结局 也十分老套, 一个出国追求梦想, 一个在国内发展事业, 时间和距离最终拉扯着 他们的感情, 金童玉女就此分开, 秦苏在国外结婚, 两人断了联系, 然而, 几年后, 秦苏遭受了家庭暴力, 忍无可忍之下, 选择了离婚并回到国内, 他的第一件事 就是找到了当年 与他相爱的江与飞, 据孟湘然所说, 秦苏回国已经有两年了, 也就是说, 他们之间的联系 已经持续了两年, 这个消息让我感到恶心, 开始讨厌自己身上的 每一寸肌肤, 因为江与飞曾触摸过他们, 我不知道他怎么敢用 曾经亲吻过别人的嘴唇 再次亲吻我, 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 当我回到家, 我把自己关进浴室, 一次又一次地洗身体, 试图洗掉那种 令人作呕的感觉, 但无论我如何洗, 都无法洗掉江与飞的痕迹, 于是,我想, 如果洗不掉那些痕迹, 为什么不找一个人 来覆盖他们呢? 我想到了醉花音, 这是一个以声色场所 而闻名的地方, 既服务于男人, 也服务于女人, 多年前江与飞曾告诉过我, 我已经开始过上 勒紧裤腰带的生活, 不舍得花钱, 但这一切都没有用, 因为我省下的钱 最终都被他用来养女人了, 所以, 我决定使用江与飞的卡里的钱, 点了一个最贵的牛郎, 一个看起来有志气的大学生, 相貌精致, 身材迷人, 我将他带进包间, 但他显得有些紧张, 于是我去洗澡, 等我出来时, 他比我更紧张, 张口结结巴巴地说话, 就像是刚刚踏入红尘的身手一样, 我失去了兴致, 说他可以离开, 我不想勉强他, 他脸色一变, 眼神充满了慌张, 然后急忙说他可以继续, 我看出他不是因为在乎我这位客户, 而是担心今晚没有收入, 我告诉他不用担心, 我会按照原计划支付他的费用, 于是他坐在床边, 鼓起勇气开始截我的衣扣, 然而当他截到第二颗扣子时, 我抓住了他的手, 说算了, 陪我聊聊天吧, 他非常乐意, 立刻开始跟我聊了起来, 他告诉我他叫宋青云, 今年大四, 他之所以来到最花音, 是因为家里有病人, 急需资金救命, 所以不得已而为之, 我成了他的第一个客人, 不知怎么的, 我突然问了一句, 你还需要多少钱, 他告诉我手术费还差十万, 我随即警告他, 不要再来这种地方了, 尽管我知道我自己也冲动了, 我对一个陌生人产生了真假难辨的同情, 但我看着他那双清澈的眼睛, 想着这么做, 是因为他的眼睛让我联想到了自己, 他的眼睛明亮而坚定, 就像从前的我一样, 带着些许倔强, 我不希望他的眼睛最终也沾染上世俗的尘埃, 宋青云有些吃惊, 问我, 你不怕我是骗子吗? 我反问他, 你是吗? 从那之后, 我再也没有去过最花音, 秦苏已经怀孕了九个月, 他的身体变得越来越沉重, 精神也越来越差, 当我去他家的时候, 他还没有起床, 一直睡到了中午十一点, 当他走出房间时, 他显得虚弱不堪, 甚至走路都有些量强, 我赶紧上前扶住他, 询问他是否没事。 秦苏回答说他感觉最近总是没有精神。 身体非常虚弱, 我安慰他说, 在孕晚期这种情况很正常, 宝宝需要的营养多, 母体会感到虚弱, 他表达了对江雨菲的担忧, 说江雨菲很久没有来看他了, 怕他不再爱他和宝宝了。 我安慰他说江雨菲当然还爱他, 只是因为最近有很多事情要处理, 所以没能经常来, 秦苏继续抱怨江雨菲的不在意, 说他忙得连一个电话都没有打来。 我暗自窃喜, 因为离我像这对狗男女皆是真相的时刻, 已经不远了。 一周后, 我接到了宋清云的电话, 他邀请我一起吃饭, 因为他母亲的手术已经成功, 所以想感谢我。 我本不想去, 但看到秦苏和江雨菲的亲密画面后, 我决定去, 宋清云敬了我一杯酒, 感慨地说, 然姐, 谢谢你, 真的谢谢你, 我干杯以示敬意, 告诉他要好好生活, 不要再去那种地方, 提到醉花音, 宋清云有些不好意思, 我点点头, 再次劝告他不要去那里, 然后表示感激他的好意, 就这样, 我和宋清云成了朋友, 或者说是他单方面将我这位救命恩人当成了朋友, 吃完饭后, 我接到了江雨菲的电话, 他告诉我要去车站接他的父母, 因为他们想念孩子, 所以要来住段时间, 也顺便帮我们照看孩子, 当然, 这只是一个说辞, 我明白他们来的真正目的, 大概率是为了劝说, 我们要生二胎, 毕竟江雨菲是三代单传, 他的父母急于抱孙子, 一到车站接上二老, 婆婆很快开始暗示我是时候, 要个二胎了, 我只是微笑着没有回应, 回到家后, 江雨菲也回来了, 一家人围坐在餐桌前, 其乐融融, 我不知道以后是否还会有这样的日子, 饭还没吃多少, 江雨菲的手机响了, 他瞥了一眼手机, 然后拿着手机起身到阳台去接电话, 我猜想应该是秦苏打来的电话, 果然, 接完电话后, 江雨菲的脸色有些难看, 说要回公司一趟, 留下了二老, 秋秋和我, 我们这一家人的分量加起来, 都不如一个秦苏, 过了一会儿, 我才松开饭桌下紧紧攥住的拳头, 秦苏的预产期越来越近, 肚子也越来越大, 江雨菲抽时间去看他的次数也越来越多, 而我收集到的证据也自然越来越多, 我已经准备好最后一击, 但没想到他自己先出了事故, 那天, 当他下楼时, 他神情恍惚, 一脚踩空, 从楼梯上摔了下来, 大量的羊水和血水瞬间流下来, 害得人极其疼痛, 秦苏痛地失声, 强忍着痛苦呼救, 而我站在他面前, 一脸冷漠, 他痛苦地颤抖着, 伸手求救, 但我只是冷漠地看了他一眼, 说道, 你和江雨菲背叛了我, 还骗我来照顾你, 当你需要照顾的时候, 你也应该准备好遭受报应, 接到江雨菲的电话, 已经是两个小时之后, 他在电话里怒斥我, 为什么没有送秦苏去医院, 我觉得好笑, 质问他, 江雨菲, 你还要脸吗? 我的突然质问, 让他愣住了, 我告诉他, 该是摊牌的时候了, 我悠然地前往医院, 看到江雨菲坐在椅子上痛苦的表情, 内心涌起一股满足感, 终于让你们尝尝我内心的痛苦, 然而, 唯一出乎我意料的是, 江雨菲的父母也在医院, 婆婆见到我, 像只恶狼一样, 凶狠地扑向我, 揪住我的衣领, 咆哮着责备我, 你个挨牵刀的, 你可把我孙子害死了, 你自己生不出, 还不许别人生, 你个杜妇啊杜妇, 我气得心情沸腾, 身体微微颤抖, 原来, 他们这一家人都知道, 江雨菲在外面乱搞, 都在欢迎秦苏肚子里的私生子, 说什么想孩子了, 过来看看, 分明是因为秦苏的预产期快到了, 他们急着过来抱孙子, 我一言不发站在原地, 只觉得眼前这场荒唐闹剧可笑, 江雨菲站起身来, 双眼通红, 我能看到其中的伤痛, 他说, 陶然, 你够狠心, 我冷笑道, 我只觉得自己不够狠, 江雨菲一愣, 随后陷入沉默, 良久, 他一身戾气, 仿佛被抽空, 推然说, 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自然是在你们最得意的时候, 秦苏被推出手术室的那一刻, 依旧处于昏迷状态, 但她的孩子已经没有了, 原本以为看到这胜利一刻, 我会很开心, 但其实并没有, 我只觉得我的内心一点点被黑暗吞噬, 无限悲伤, 离婚吧, 我留下这句话, 便离开了医院, 回到家后, 我开始收拾东西, 带上秋秋离开, 婆婆不愧是个能屈能伸的人物, 在医院闹成那样, 现在居然也能当作什么都没发生一样, 来挽留我, 秦苏的孩子没了, 就算了, 你和雨菲还是夫妻, 又有秋秋在, 没必要闹, 到离婚那一步, 等你给秋秋添了弟弟, 妈保证雨菲跟秦苏断得一干二净, 其实严格来说, 这六年的婚姻, 婆婆除了想抱孙子以外, 对我也不算坏, 从前我也尊敬她, 爱护她, 大儿子始终是儿子, 儿媳也不过是儿媳, 儿媳又怎么能比得上儿子呢? 这一家人啊, 真让我恶心, 何秋秋搬出去后, 江雨菲打过好几次电话给我, 让我回家, 我都置之不理, 直到她同意离婚, 让我回家商量离婚事宜, 和江雨菲相对而做, 仿佛又回到了当初, 我们相识的那场相亲饭局, 回想初见时, 彼此也有过心动, 一晃多年过去, 我们已经在这场不忠的婚姻里, 相看两宴, 我一句废话都不愿意和她多说, 直接提出我的方案, 房子归我, 车归你, 存款一人一半, 秋秋跟我江雨菲不同意, 其他的我都可以答应你, 但秋秋不能给你, 你是过错方, 有什么资格让秋秋跟你, 你就不怕秋秋知道, 她爸爸背着妈妈, 做了多少恶心事吗, 我从包里拿出优盘, 往她面前移递, 而且你出轨的证据, 我这里有很多, 没让你净身出户, 已经是看在秋秋的面子上了, 江雨菲有些意外, 她冷笑道, 是我小看你了, 陶然, 你当然小看我了, 江雨菲, 你从来都没有真正了解过我, 说完, 我把离婚协议书签好字, 推到她面前, 签字吧, 江雨菲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 一看把字签了, 但我却忽然觉得心中不安, 我打电话给孟湘然, 告诉她可以准备采取行动了, 从明天开始, 江雨菲的职业生涯会走到尽头, 她会一无所获, 第二天下午, 我去幼儿园接秋秋放学, 但老师告诉我, 秋秋在放学前就已经被接走了, 是一个漂亮女人, 声称是秋秋爸爸的朋友, 老师非常谨慎, 还亲自打电话给江雨菲确认, 我猛然回神, 明白是秦苏, 是秦苏把秋秋接走了, 我心里一阵慌张, 立刻冲到秦苏家, 却发现她并不在, 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打电话给江雨菲, 但江雨菲却不接, 就在这时, 我收到了秦苏的视频通话, 我立刻接听, 屏幕上出现秋秋泪痕满面的脸, 她伤心地叫着妈妈, 看得我心都碎了, 而秦苏夏一瞄, 也出现在镜头里, 她眼里有着歇斯底里的疯狂, 她用手轻轻抚摸秋秋的脸, 说道, 如果我的孩子也能顺利生下来的话, 几年之后也会照相, 秋秋一样可爱吧, 可惜你没让她活下来, 秋秋在她手上, 我不敢激怒她, 强忍内心的恐慌, 好言道, 秦苏, 你别冲动, 我知道你喜欢江雨菲, 我已经和她离婚了, 你们以后可以正大光明地在一起, 你放了秋秋, 从此以后, 我再也不会出现在你面前, 我也想放了秋秋, 可是秦苏突然蓄满眼泪, 她说, 可是我的宝宝一个人在地下, 好寂寞, 如果有姐姐下去陪她玩的话, 她应该会很开心吧, 说完她便切断了通话, 手机屏幕瞬间变黑, 犹如我的心情, 我疯了似的打江雨菲的电话, 却一直没人接, 我疯狂地跑下楼, 鞋子掉了也不去管, 往江雨菲的公司奔去, 到公司时, 江雨菲正和客户在签合同, 我冲上去直接给了她一巴掌, 大吼道, 你让秦苏把秋秋还给我, 你发什么疯, 江雨菲不解, 我气得浑身发抖, 是你让秦苏把秋秋带走的事吗? 江雨菲平静下来, 大默地说道, 我说过, 我不会把秋秋给你, 公司里围满了人, 都在看我和江雨菲的争吵, 而我浑然不在乎, 我揪住江雨菲的衣领, 吼道, 那你知不知道, 秦苏想杀了秋秋, 江雨菲有些不耐, 你在胡说什么? 我颤抖着双手, 点开通话记录, 刚才秦苏打给我的电话, 他说他说, 他要秋秋下去陪他的孩子, 他要杀了秋秋, 不可能江雨菲, 不信算我求你了, 江雨菲, 我们的恩怨以后再算, 我求你先救救女儿, 腿一软我, 跪倒在他面前, 孟瞎然拨开人群走进来, 将我扶起, 皱眉对江雨菲说道, 你还是男人吗? 江雨菲, 为了秦苏, 你连女儿的命都不顾了, 江雨菲面色有些动摇, 他掏出手机, 给秦苏打了个电话, 但一直没有人接听, 他终于开始慌了, 秦苏还跟你说什么了, 我摇摇头, 催促他快点, 带我去找秦苏, 江雨菲开车, 一路飞奔到秦苏新租的房子里, 我的心已揪成一团, 老天保佑, 秋秋一定要没事才好, 只要女儿没事, 我愿意放弃一切, 不管是秦苏还是江雨菲, 我都不再追究, 可是江雨菲打开门后, 秋秋就那么静静地躺在地上, 鲜血流了一地, 秦苏握着把水果刀坐在后方, 见我来了, 他笑得明媚, 桃姐, 你来了呀, 我蹲下身, 轻轻抚摸秋秋的身体, 小心翼翼地将手放在他的鼻子下, 已经没了呼吸, 我跌坐在地上, 心如死灰, 江雨菲也经得魂飞魄散, 你疯了吗? 秦苏, 为什么杀我女儿? 我疯了, 我是疯了, 秦苏似乎陷入疯狂, 你明知道我多么期待我们的孩子降临, 她都已经九个多月了, 在我肚子里会动会笑了, 可是, 可是因为这个女人, 我的孩子没有了, 突然, 她转头来看着我, 眼里充满了怨恨, 如果不是你一直给我吃香克的食物, 我又怎么会摔了一跤, 就无力生产, 如果不是我身体太过虚弱, 在流产之后, 又怎么会子宫破裂, 导致切除子宫, 我不仅失去了这个孩子, 我一辈子都无法再做妈妈了, 秦苏眼里的恨意太过浓烈, 浓烈到我差点以为我才是这场闹剧的始作俑者, 此时此刻, 我没有力气再去听她讲话, 只是抱起秋秋毫无生气的身体, 流泪嘶吼, 而江雨菲坐在一旁痛苦的垂墙, 的确, 她才应该是最伤心的人, 短短几天, 她失去了两个孩子, 警察来了之后, 秦苏被带走, 但临走之前, 她冲我露出一个胜利者的微笑, 原本我不明白那个笑容是什么意思, 直到秦苏已患有精神分裂而脱罪时, 我才明白过来, 原来这个女人早在国外被家暴时, 就伪造了自己精神分裂的病例, 便于她摆脱第一任丈夫, 在法庭上, 我麻木地接受了判决结果, 一言不发地离开了, 然后, 我决定用自己的方式结束这一切, 我把秋秋葬在离家最近的公墓里, 看着墓碑上她小小的照片, 我泪流满面, 一遍又一遍地忏悔, 是我的一时冲动, 思虑不周, 害死了我最爱的女儿, 不过, 妈妈不会让你白死, 我发誓, 从墓园出来后, 我无处可去, 突然我想起了宋青云, 她收到我的信息匆匆赶来时, 见我状态不对, 小心翼翼地陪在我身边, 连问都不敢问, 我将杯中酒一饮而尽, 什么都没说, 只是把灯关掉, 对她说, 你抱抱我, 虽然不知怎么回事, 但宋青云依然照做, 于是我搂住她的腰, 吻上她的唇, 短暂地错愕后, 她没有推开我, 而是选择配合我, 荒芜的心仿佛一点点被填满, 虽然只是短暂地满, 这些日子, 每当我难过时, 我都会找宋青云, 她从未拒绝过我, 其中原因, 我也懒得深究, 或许是因为那十万块, 又或许是因为其他原因, 我统统不在乎, 我现在唯一在乎的是江宇飞和秦苏, 据说他们现在已经正式领证住到一起, 并和公婆一块, 呵呵, 我在心里讽笑几声, 江宇飞对秦苏是真爱呀, 就连她杀了女儿, 都可以毫无心理负担地与她和好如初, 不过, 要是公婆知道秦苏子宫被切除了, 他们一家人是否还会这么其乐融融, 和江宇飞离婚时, 商定的是房子归我, 但他们一家人却像忘记了这回事, 依旧在里面住着, 该收房的时候到了, 挑了个良辰吉日, 我直接过去收房, 江宇飞脸色有些难看, 却没说什么, 公婆却第一个跳出来主持公道, 大意就是, 这么多年, 全靠他们儿子一个人赚钱养家, 离婚后房子凭什么给我, 听到这番言论, 我觉得好笑, 婆婆还要再说, 却被江宇飞拉住, 让大家收拾东西, 说搬就搬, 因为我们心知肚明, 秦苏的精神分裂症并不值得推敲, 只可惜啊, 他们今天都出不了这个门, 门外守株待兔的宋清云等了半赏, 终于等到江宇飞和秦苏出来, 直接用电棒把他们电晕了, 公婆见状大惊失色, 公公愤怒地说, 陶然, 你想干什么, 面对质问, 我当然是选择将他们也一起电晕, 他们一家人总算是齐齐整整的了, 随后, 我用绳子将他们都捆起来, 宋清云想来帮我, 却被我拒绝了, 你走吧, 我不想连累你, 将他赶走后, 我数着时间等四人醒来, 江宇飞最先清醒, 然后是秦苏, 最后是二老, 二老虽然令人隔应, 但与我无仇, 我没打算对他们做什么, 只是江宇飞和秦苏, 我一个都不会放过, 秦苏落在我手里, 终于开始慌起来, 他一个劲地往江宇飞背后缩, 不敢与我对视, 我从包里掏出一把水果刀, 递到他面前, 这把刀熟悉吗, 秦苏脸上终于浮现出了恐惧的神色, 你想干什么, 自然是干你对我女儿干的事, 这么些天, 废话已经说够了, 我的耐心已到极限, 我直接用刀在秦苏脸上狠狠扎进去, 痛得他惊声尖叫, 随后, 我拿来一面全身镜摆在他面前, 我要让你睁眼, 看着自己是怎么死在我的刀下, 刀从他腿上拔出来, 然后是脸, 再然后是腰, 房间里顿时响起凄厉的惨叫声, 江宇飞脸色苍白, 没想到我会这么疯狂, 他试图阻止我, 陶然, 你冷静一点, 杀人会判死刑, 你不想活了吗? 我当然想活, 那你我学着当初秦苏的样子, 露出一个胜利者的微笑, 我会活下去的, 接着我继续玩我的杀人游戏, 他的惨叫持续不断, 公婆已经被吓晕了过去, 江宇飞也逐渐面色清白, 他终于感受到什么叫怕, 方才还叫着有什么冲我来的人, 此刻已经一言不发了, 看来他们所谓的伟大爱情也不过如此, 秦苏痛得死去活来, 终于低下他高贵的头颅求饶, 求求求求你放过我, 我错了, 我错了, 而我当然不会放过他, 我只后悔, 为什么没能早些杀了他, 连累了我的秋秋, 当江宇飞的爸妈醒来时, 江宇飞和秦苏已经变成了两具尸体, 啊, 宇飞, 儿子啊, 婆婆哭得撕心裂肺, 她一边哭一边咒骂我, 陶然, 你居然杀福, 你个短命鬼, 不得好死, 公公也骂红了眼, 眼中尽是绝望, 三代单传的老江家终于还是绝了后, 我悠然自得地坐在地上, 从你们二老纵容儿子在外面养女人的时候, 就该会想到今天, 人哪不能忘恩负义, 否则会遭天谴的, 她悲愤地指着我鼻子骂, 那你呢, 你个恶棍, 你也会遭报应的, 我毫不在意, 甚至打110报警自首, 最后在法庭上, 公婆两口子的律师言辞激烈, 一一列证, 要求法庭当庭判我死刑, 而我的律师只有轻飘飘的一句话, 以我当事人目前的情况来看, 并不适用于死刑, 为什么? 因为她怀孕了, 怀孕十周, 律师向法官出具了我怀孕的证明, 公婆看到孕简单的那一刻, 所有辱骂的言语都收回了嘴里, 颤抖着问我, 是我家雨飞的吗? 我淡淡地看着他们, 并不想对他们做出任何的回答, 他们看着我一脸云淡风轻的样子, 好像是无惧死亡, 有着带孩子一起下地狱的决心一般, 他们开始慌了, 对着法官大人说, 法官, 我们撤诉, 我们写原谅书, 那可是我们老江家最后的血脉了, 法官一阵沉默, 最后宣布本案撤销, 公公婆婆把我接回江家, 为了我肚子里, 他们以为的老江家的孩子, 把我当成祖宗供了起来, 六个月后, 我的孩子出生了, 很不幸, 还是一个女孩, 公婆在看到新生孩子的时候, 他们的脸立马就搭了下来了, 然而我看到女儿的时候, 顿时哭成了泪人, 因为她长得和我的大女儿秋秋小时候, 简直一模一样, 肯定是秋秋舍不得她的妈妈, 一个人在人间, 所以又投胎到我肚子里, 再做一次我的女儿, 我的公婆虽然说重男轻女, 但是为了保全这个老江家最后的骨肉, 他们不得不对我的女儿百般疼爱, 毕竟女儿也是可以找入赘女婿的, 我想这就是对他们最大的惩罚, 他们明明心里不待见女娃, 但是又不得不对她最好的, 而我并没有因为他们而放弃自己的幸福, 在我女儿三岁的时候, 当初被我救下的宋青云 带着一本市中心一百多平三居室的房产证, 来向我求婚了, 她说, 当初的救命之恩, 恐怕需要用一辈子来还了, 修复心灵的漏洞, 安装爱的补定, 我们下个故事再会。